到家时追求超市,讲究自然的,要求新名大道,眼观天地,冷眼看破,概括为三个字,就是想得开,太过计较的人,往往过不好这一生。 现在社会中,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金钱看得很重,重到忘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,是金钱无法衡量的,在金钱的面前,仿佛一切都是隐形的,人人都在为了一点小钱小利,斤斤计较,殊不知,你有多计较, 前途就有多宅,人最大的精明,就是厚道,所以,聪明的人,从不快计较一时的得失,毕竟,计较只能赢得一时,却根本无法赢得一时,心胸的宽窄,决定命运的格局,你在乎的,计较的, 往往能反映出你的水平,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理论,不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,那个真正接受的人,并不是别人, 而是你自己,同理,当你给予他人,当你为别人付出,那个真正获利的,也不是别人,而是你自己,简单的来说,就是,凡是你自己想要得到了,就必须先让别人得到, 诗人与善,广众福田,只有这样,你所给予的,才会回到你的身上, 曾经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,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一起,开心地做游戏, 男孩收集了很多很多的石头,女孩拥有很多的糖果,男孩很想吃糖果,就想用所有的石头去换,女孩所有的糖果, 小女孩同意了,男孩背着女孩,将最大的和最好看的石头,偷偷地葬了起来,把剩下的给了女孩, 女孩就像当初答应的一样,将所有的糖果,毫无保留地给了男孩,然后开心地回家去了,那天晚上,小女孩睡得特别香,而小男孩翻来覆去,彻夜难免, 她一直在想,小女孩是不是也跟她一样,将最好吃的糖果藏了起来, 很多时候,我们都是那个小男孩,我们总以为别人会跟我们一样,交换付出的时候有所保留, 成年人的世界都是靠利益所维持的,我们衡量一件事的价值,考虑最多的不是自己喜不喜欢, 而是划不划算,甚至是所得的利益值不值得我们的付出,时是想着怎样才能不吃亏, 所以我们会为一分一毛钱计较,为偶尔的小挫折计较,为一句无心的话计较, 为自己的付出,究竟能获得多少回报而计较,在这不停的计较得失中, 我们忘了自己的初衷,忘了真正重要的事情, 而当我们的心胸,全部被这些根本不值得计较的小事, 而充斥时,我们的格局也就只会越来越小, 所以,那些格局大的人,从不会在小事上斤斤计较, 相反,只有那些格局小的人,才会对迎头小利资诸比较, 毫不松手,计较越多,失去越多, 很多人都认为,精明才是创造财富的最好方式, 但当你太计较了金钱的得到, 就一定会为了这些财富而付出一些东西, 而你所要付出的,也许千金不换, 毕竟内心的富裕与否和金钱的多少, 并没有多大关系, 他所需要的不过一颗简单的心, 所以,做人宽容大度些, 不要太计较,越计较就越贫穷, 一位长者讲过这么一个故事, 有一个人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颗, 硕大而美丽的珍珠, 然而他并不感到满足, 因为在那颗珍珠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斑点, 他想若是能够将这个小小的斑点踢出, 那么他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, 于是,他就下狠心消去了珍珠的表层, 可是斑点还在, 他又消去了一层又一层, 直到最后, 那个斑点没有了, 而珍珠也不复存在了, 得与失总是在同时进行, 这是人生常态, 没有人总是在得到, 也没有人总是在失去, 得到的太多, 并不见得就是好, 也许会让自己迷失本心, 或者压力过大, 而失去到无可失去之时, 还有什么好失去的, 做人赢在了大度, 输在了计较, 因为心小了, 所有的小事就大了, 而心大了, 所有的大事都小了,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,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, 做人大度一点, 到头来是不会吃亏的, 不计较,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, 曾经在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, 我们的心是一条路, 心开, 路就开, 心卡, 路就卡, 人之所以不够快乐, 不是得到的太少, 而是计较的太多, 毕竟, 人生所必须的平和, 喜悦, 爱, 没有哪一样是可以通过计较得来的, 所以, 与其总是让自己深陷计较的纷扰与纠结中, 不如把格局放大一些, 把心境放宽一些, 把眼光放长远一些, 不计较, 你才能活得更自由, 更幸福, 有一个小学徒外出取货, 回来的路上被狗咬了, 处理好伤口之后, 他找到一根长长的竹竿, 准备去打狗, 师父见状过来询问, 你的伤口还疼吗? 小学徒说不疼了, 既然不疼了, 为什么还要去打狗? 因为他咬了我, 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, 师父说, 你知道狮子为什么从来不和狗打架吗? 小学徒愣住了, 呆呆地望着师父, 师父笑着说, 因为不是谁都配做狮子的对手, 打败一只狗并不光荣, 但被狗咬到一口却很倒霉, 小学徒听后顿悟, 人生最好的生活状态应该是不计较, 不计较, 心就会越来越豁达, 也能更好地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, 若总是因为一些人, 一些事, 而打扰到自己的心情, 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, 那么你能到达的前方必定不会太远, 用一颗宽容平和的心待人出世, 才能积攒更多的好人员, 生活中也才会遇到更多的好运气, 所谓心宽一尺, 路宽一丈, 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, 所以不必计较那些对你有恶意的人, 不必计较你努力了却仍旧没有得到一些东西, 必不计较那些悄无声息溜走的人和事, 只要好好地享受当下拥有的, 创造想要的生活, 你的人生就已足够美好, 大道至简, 烦在人心, 有一句说得好, 人生在世如长河如海, 决定胜负的, 从来都不是一关一爱的得失和一时一地的窥盈, 而是百川俱来的红沛, 人有万算, 天之一算, 只要你计较过了头, 就一定会吃大亏, 但当你将自己的人生和大度, 付出捆绑在一起后, 你就会发现得到的远比失去的多得多, 所以永远不要小看一点点的宽容和善意, 这些最终都会化作你脚下的路, 带你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彼岸, 增广闲闻中讲, 用心计较斑斑错, 退步思量时时宽, 生活中, 很多人为了各种小事斤斤计较, 最终发现不仅浪费了自己的大好时光, 还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, 要知道人生不如一知识十之八九, 世上没有完美的人, 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, 太过于计较, 只会让自己走进死胡同, 事实糊涂, 懂得让步才是做人的大智慧, 人越计较命越不好, 林布在省心路中讲, 知足者贫贱易乐, 不知足者富贵易忧, 不知足者即使有几一遇时也满是忧愁, 内心知足的人, 身处贫贱也能自得其乐, 计较宛如毒药, 计较的更多, 失去的便会越多, 从前有一位渔夫, 每天靠捕鱼为生, 生活十分惬意, 一日, 他看见邻居加捕了很多鱼, 便兴冲冲地问道捕鱼的技巧, 邻居说道, 你的鱼网只有一张桌子大, 又怎能补更多的鱼, 渔夫听后很有道理, 于是支了一张大网, 结果确实补了有比之前多一倍的鱼, 渔夫看见效果后十分兴奋, 又高兴地支了一张比之前更大的鱼网, 单补鱼时突发意外, 众多鱼儿拼命游向大海, 导致自己被拉入海中, 最终逆水而亡, 就这样, 渔夫不仅弄丢了原来的鱼, 还失去了宝贵的性命, 孔子家宇终将, 夫损人儿自艺深知不响也, 过多的计较与追求, 是不幸的开始, 计较得失, 最终会一无所获, 计较感受, 终将会被情绪所控制, 生活中一切所计较的, 都只会让我们感到痛苦, 只有学会放手, 放弃那些不必要的执着, 才能收获新的开始, 庄子有言, 大智贤贤, 小智贱贱, 智慧之人, 欲是豁达大度, 而只看重眼前利益的人, 总喜欢为微小的是非, 而斤斤计较, 在辽凡资讯中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, 明朝时期有个叫杨荣的人, 世代以百度为生, 日子过得十分艰苦, 一次当地遇到了暴雨, 淹没了许多商户, 很多钱财货物都漂浮在水中, 其他百度人看见此场景, 轰然而上, 只顾捞水里的财物, 对于水中求救的人却视若无睹, 唯有杨荣的祖父和曾祖父在忙着救人, 事发后, 众人耻笑他们放着一堆的钱财不拿, 错失了发横财的机会, 但面对别人的闲言罪语, 杨荣的祖辈毫不在意, 依旧是兢兢业业, 凭良心做好每一件事, 最后, 杨家成为了当地最先兴旺的家族, 还因此得到皇帝的赏识, 被家封官位, 正所谓, 失之东鱼, 收之丧鱼, 很多时候, 善良做人, 厚道做事, 或许当下会吃些小亏, 但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, 得以回报, 正如格言连弊中讲, 能受苦方为致事, 肯吃亏不是吃人, 善良并不是傻, 而是一种做人的智慧, 厚道更不是笨, 而是一种胸怀和境界, 做人的最高境界, 莫过于抱谱手桌, 当一个人明白, 失亏是负, 懂得多存善心, 与人为善, 福气自会不请自来, 精明不如厚道, 计较不如坦诚, 人这一生, 若是事事都想占便宜, 只会慢慢断掉自己的财路, 损害自己的运气, 只有放宽眼界, 不拘泥于眼前的得失, 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一天地, 在晚清时期, 高薪养莲的政策下, 总督每年可得两万两, 很多人在这样的政策下会有迷失, 而前权两丰收的两将总督左宗堂, 反而用大部分奉路来支持公共事业, 在他出征期间, 也绝不搞特殊, 坚持与将士同吃同主, 面对军饷拓延, 也会自掏腰包补贴, 当外界传出与曾国藩绝交时, 他也丝毫为说曾国藩的坏话, 只是说是因为两人政见上的不同罢了, 就这样, 左宗堂的为人与厨师颇受好评, 拥戴者也是越来越多, 一个人的格局越大, 便越少去计较, 也就活得越是舒坦和自在, 自古以来, 大智者必亲和, 大善者必宽容, 真正有格局的人, 有着宽带众生, 包容万物的胸怀, 正如骨鱼所运, 凡人具大受之财者, 必有大有其量, 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, 关键在于气量的大小, 胸襟的宽窄, 当你懂得修炼一颗宽容之心, 凡事不去计较, 便能为自己积攒福气, 迎来好运气, 一个人之所以快乐, 不是因为拥有的多, 而是计较的少, 谷雨云, 是尚无难事, 庸人自扰之, 人这一生, 最大的敌人不是他人, 而是自己, 遇事和自己过不去, 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世上, 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, 只有打开胸襟, 不去计较, 才能感受不一样的人生, 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, 与好友张敦年龄相仿, 年幼时, 曾是至交好友, 但由于后来两人政见不同, 张敦丝毫不顾及两人情意, 对昔日好友进行抱抱负, 将其贬至惠州, 苏东坡得知此事后并未生气, 反而在艰苦的环境中悠然自得, 张敦见他被贬后日子过得依旧滋润, 于是再次将他被贬至环境恶劣的海南岛, 但事事难了, 张敦的变法派失事, 张敦的人生跌至谷底, 后来张敦儿子考上苏东坡的门生, 想拜见苏东坡, 但想起对父亲对其的所作所为, 心生忐忑, 于是送去了一封致谦信, 却没想到苏东坡在回信中写道, 我与其父相交四十年, 我记得他曾经对我的好, 如今过去的已过去, 不必再提起了, 有一句俗语说, 胸中天地宽, 自有渡人船, 人生在世, 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顺心的适合人, 不计较, 不代表你真正的放下和原谅, 也不代表从此会若无其事, 但你选择不计较, 想得开, 是明白只有放下曾经的嫌隙和过节, 才不会让自己受到仇恨与痛苦的折磨, 才能收获身心的愉悦和轻松, 什么是想得开, 且看这个道字, 一个走字旁加一个手字, 也就是脑袋走或者走脑袋, 脑袋走就是动脑子, 尽量透彻, 走脑袋就是依胸中透彻而行, 尽量顺应规律, 合起来就是要明道, 并依道而行, 这种智慧就是想得开, 如何才能想得开, 哲学大师冯友兰曾提出的人生四重境界说, 其中最高那层境界正是道家境界, 所以正是路径所在, 一是自然境界, 有些人做事, 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者社会的风俗习惯, 而对所做的事并不明白或者不太明白, 这种自然并非道家那个自然, 而是指混沌, 盲目, 原始, 那些人云云云云云, 随波逐流的人就是这种人, 二是功利境界, 有些人会为了利己, 而主动去思考和做事, 虽然未必不道德, 却必定是功利的, 而且很容易走向自私自利, 损人利己, 三是道德境界, 有的人已经超越了自身, 而开始考虑利人, 譬如为了道义, 公义, 众生扶持而去做事, 他们的眼界已经超越自身, 而投向了世间, 胸中气象和战力高度已经抵达精神层次, 似是天地境界, 当一个人的视野放到了整个天地宇宙, 目光投向了万物根本, 他就抵达了天人合一, 这时他就已经不需要动脑子了, 因为天地宇宙就是他的脑子, 已经世事动明, 就像电脑连接到了互联网, 这种境界, 正是道家境界, 这四重境界, 境界越高就越想得开, 想开到什么程度, 则决定于人的视野放到多大, 眼界拔道多高, 人处平地, 到处都会遮掩阻落, 人灯顶峰, 世间便能一览通途, 这就是想得开的秘密, 眼界大了, 心就宽了, 站得高了, 事就小了, 想不开, 往往都是画地为牢, 坐茧自负, 眼光和思维所涉及的面, 尽量往大了走, 往高了去, 则是人人可以努力靠近的, 你得到了什么, 就会失去什么, 得到和失去, 冥冥之中是人生的一种平衡, 如果你一定要斤斤计较, 什么都要强行得到, 那么你失去的也越多, 爱情没有十全十美, 如果你一定要得到完美无缺的爱情, 那么一辈子都在寻觅爱情的苦虑之中, 因为恋爱的时候, 总是唯美的, 缺点也是优点, 都可以容纳, 围城里却是苦涩的, 缺点永远是缺点, 最后, 一个人总是在围城内外穿梭, 追求虚无缥缈的完美之爱, 你天天抱怨生活的苦, 其实是抱怨昨天的事情, 因为未来的一切都不是定据, 都可以改变, 那么你抱怨的, 都是那些沉骨子, 烂芝麻, 不和往事告别, 而是计较往事, 那么弄丢了心情, 一辈子都是扫兴的人, 失去的东西你还在计较, 那么就是和虚无缥缈在较劲, 你耗费了精力, 但什么也得不到, 那些失去的东西, 不管你多么努力, 都无法再去得到, 即便你强行得到了, 也不会如出美丽, 时间永远在走, 如果你总是计较得失, 那就是心灵上忙了一层灰尘, 恰好把快乐阻隔在心灵之外, 不要太计较一个人的外边, 人总是会老去, 最后都是白发苍苍, 一脸皱纹, 还有那些难看的老年般, 总是止不住冒出来, 不要太计较穿了什么品牌的衣服, 鞋子, 你说那是身份的象征, 不过是自欺欺人, 真正被人尊敬的人, 是你做出了多少贡献, 不要太计较你的爱情, 因为顺其自然走进你生活的人, 才是真的爱你, 那些注定要离开的人, 你强留也没有用, 心都走远了, 你留下来的, 不过是一个身体的空壳, 不要太计较你的家庭, 因为大家彼此让一让, 才有其乐融融的温馨, 你计较每个人对你的态度, 不过是伤了和气, 不要太计较朋友是否帮助过你, 你心里的苦, 人家没有和你一样的经历, 并不是真的懂得, 你的人生的低谷, 人家不愿意帮助你, 那是本分, 人家愿意帮助你, 那是你的福气, 变化无常才是生活, 起起落落才是人生, 原来圆去才是爱情, 聚聚散散才是朋友,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, 谁都无法改变昨天的事情, 若是和昨天计较, 那是自寻烦恼, 若是和明天计较, 那是起人忧天, 做人不能强人所难, 你纠缠了别人, 结果是两败俱伤, 余生有多少往事, 一笑而过, 不念过往, 不惧将来, 人生就是一个杯子, 计较少了, 快乐就多了, 包容多了, 心态就好了。